无声成长卷 生命点是 慈悲放眼 独求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有这个姻缘 大家一起来这边聊一聊 首先要感谢我们甜点树子会长的慈悲 这个地方也是他们家的饭店 当然聊什么呢?我想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达到生命的快乐 一种最圆满究竟的快乐 当然最圆满究竟的快乐在佛教里面叫佛陀 一个幸福的人 他当然他这个幸福不是代表他自己快乐 而是说他可以帮助所有想要离苦得乐的友情 离苦得乐所以叫普度众生 如果我想各位来日本就跟我们出家一样 我从来讲一句话 念下来 努力的生命最美丽 但是不是努力赚钱 不是努力谈恋爱 因为那种努力是不归路 那种你最后就是痛苦 我想各位来到日本 有钱人各位也看多了 美女帅哥也看多了 然后呢 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 而且这种追求是让你努力却没有压力的 而且是有意义的 不会你追求了 就像昨天树子在跟我讲 师父我有开了五六家饭店 每年开一家 我会觉得说他很逮命啊 因为你每开一家就是一个压力 一个担心 一个痛苦 就像你生一个儿子一样 这个痛苦是他必须忍受的 为了赚钱 他必须忍受很多的痛苦 所以但是这种努力 最后下午我在跟他聊天 说你棺材买好了 干嘛 你买好 你哪天病到爬进去都没力量 所以那这样就浪费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出家 当然各位今天也可以聊一聊这个问题 如果你问我这个 我就问你为什么你不出家 因为你为什么我要出家 我搞不清楚 所以但是我想 如何让自己快乐 快乐不是要等到明天 快乐不要等到死了以后 快乐千万不要等到有钱才快乐 快乐不是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才快乐 如果你为了得到一个快乐的果 然后每天都在不快乐 那结果也不快乐 快乐是从头开始就快乐 从开始中间到最后都快乐的 那这个是你可以追求的 所以谈恋爱一开始很快乐 后来就不快乐 所以赚钱一开始很痛苦 后来好像快乐 结果后来还是不快乐 所以每个人都在思维这个问题 生命的方向 这是十字路口 到底哪一条路是 生而为人应该做的 因为我想就像我们把脉 如果医生帮我们把脉 知道知道我们 地水火风哪里失调了 所以身体会不好 那佛教的把脉是把心脉 你的内心哪里卡到了 被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讲到这个 我们每个人的外表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的资质能力不一样 有些人很会唱歌 有些人头脑很好 有些人他一出生 他这辈子不要赚钱 因为他老爸已经赚了太多钱 等他去花就好了 这个世界有一点不公平 但是这个没有不公平 这个是首先各位一定要相信 生命有轮回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你一直在被过去的 这些思想行为 影响这个叫业力 业像瀑布的力量一样 你躲不开的 但是如何 人来投胎 第一个 要把过去的不好的业力消除它 当你遭受到逆境痛苦 婚姻感情什么肉体生病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忏悔 就是因为我过去造了一个业 千万不要再怪动怪习 这个世界 就是你要忏悔 忏悔以后第二个 我们要来改变心态 因为过去那个心态造这个恶业 所以现在在受苦 现在我应该调整心态 然后这个心态调整 你的命运就慢慢改变了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佛教最大的痛苦 佛头告诉 人就是有一个心 念下来 无心才是道人 死心才是蚕食 你有个心 你就是你的敌人 你会很苦 我要我不要 我高兴我不高兴 我骄傲我自卑 你觉得有一个我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叫自我的错觉 这个世间没有我这个东西存在 偏偏这个世界的人 每个人都在凸显自己 我身材好 我读书好 我口才好 我哪里比别人好 我不能输人家 特别在日本社会 它是一个面子的社会 比较的社会 讲排场的社会一样 这个东西会让他们很空虚 所以叫自杀率高 或者因为离心外求 离自己越来越远 自己越来越寂寞 越空虚 越不踏实 越不踏实就要抓一个东西来踏实 爱人 毒品 喝酒 来充实自己 就像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她不见得要去爱男人 但是她没有男人爱她 她觉得没面子 她就是要抓一个来填补的 如果她真爱对方 那更苦 因为这个爱情会改变 所以佛陀讲的很简单 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过有爱有欲望的快乐 百千万倍 我们都以为是 你抓到了 你得到了那快乐 事实上是你迷失了 也唯有你心中的欲望 没有了 那才叫自在快乐 这一点是世间人永远搞不清楚了 甚至他认为 包括我们出家人如果不懂这个道理 看谁的寺庙盖着大 看谁的道场大 看谁的信徒多 那他已经不是佛教徒了 因为他只是在跟人家竞争比赛 他又开始痛苦了 所以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生命的战场在你心里面 你唯有你战胜你自己 你才可以战胜别人 你必须想办法去找到自己这个点 到底什么当你痛苦 到底什么才是快乐的因 但是千万不要一直 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就迷失的意思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有机会 不管哪里来了 没关系 大家聊一聊 但是我希望今天一次就解决 因为我俩没有明天 你要想尽办法把你的心理问题提提提提 什么事 当然我们很幸运 这样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认识了佛陀 我就不用在那边迷茫在那边追寻了 因为佛陀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答案 圆圆满满的告诉我们 快乐是什么 痛苦是什么 生命的真相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他就跟我讲得非常的清楚 做人的意义是什么 做人的意义唯一的就是成佛 日本人很喜欢读妙法连华经 开示误入 就让众生知道怎么成佛 这唯一的一条钱 其他都不圆满 所以这一点 像各位来日本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日本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来这边本来就不太容易混 但是如何混得有意义 但是千万不要迷失在成功或失败里面 拿到博士了成功了 没拿到博士了失败了 赚到钱了成功了 我想生命只是一个过程 就像现在你快乐 你明天才会快乐 你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累积快乐的种子 可以上班 扫地 开机车车 做经理 做老板 都是在制造快乐 但是千万不要牺牲自己 就像今天我去做一个舞女 我管她的 我为了钱 我牺牲我自己的肉体 就算你得到钱了又如何 因为你已经种下痛苦的因 等你拿到钱的时候 你会更痛苦 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要去思维而且要去做 也就是说每一个时间都是在种下一个快乐的因 可以 而不要种一个痛苦的因 所以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结果 你不用去追求结果 这个果啊快乐是你平常也没有快乐的因 你帮助别人离开贫穷 那就是种下你很有钱的福报的因 你很尊重有智慧的人 就是在种下你将来很被尊重的因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什么是让你有钱的因 布施 特别布施金钱的人将来很有钱 像我是个出家人 我在布施佛陀的智慧 可以帮助我开智慧 而且我希望我无所求的去布施 这个是代表一种悲心 所以我将来就得到一种慈悲的福报跟快乐 而且每一个时间 就像刚刚我们做甘露事实 这是我的习惯 哪怕一个人两个人 直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就拿一盘米水念一念 有香可以点 有香水也可以 我已经种下一个快乐的因 对这边的花草树木 对这边的友情 我们都跟他结一个善缘 所以佛教的空性 佛教讲的是空 世界人讲的是我 那佛教为什么要讲空呢 没有单独这个我的花就是我 很简单的各位 现在我们在呼吸这个空气 这个氧气同他们来 没有他就没有我 所以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的生命里面有他 他的生命里面有我 因为他吸我的二氧化碳 我希望他 我希望我吸他的氧气 所以我跟花草树木是一体的 所以我爱护他就是爱护我自己 这个叫你懂了放下自己 我去爱护他 而不是爱一个女人 爱一个男人 那这个他能够成长从哪里来 因为太阳照射水甚至给它肥掉 所以它才可以存活 所以这个花里面有太阳 树里面有水 有土地 有一切都在这里面 所以花也好 楼梯也好 屋顶也好 任何一个世界上面 你坐在这边 哪一天你可能会说 原来你是我妈 同一部车叫五百四元 同一张桌子吃饭叫一千四元分 那一千四你要扮演多少角色呢 但是大家都是彼此依靠的 彼此而为助援的 好不好说今天 我们在这个土地这边聊天 因为我们当初大家都在这边过 一起造了一个小佛像也不一定 一起在那边念佛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的因缘 也可以聚在一起 各位从每一个地方来 我们刚从台湾 又去沃沃做了很多功德 然后再来这个地方 所以佛教叫席缘 反正所有都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那如果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 慢慢你就空性了 你就不会一直制作我的爱情 我的男朋友 我的学业 我的成绩 我的老爸 我的 因为你卡在那边 所以我刚刚讲你要得到快乐的果 不是说你要去追求什么 而是在当下这个因缘 对花草树木 对空气 对整个空间 对所有的友情 看了见了 看不见了 我都用一个纯洁的爱 希望它离苦得乐 那你就再制造明天后天下一秒的好 所以叫佛教讲过程 这个过程 各位千万不要说 等我拿到博士协会 等我做到会长 等我做到总经理 我再来怎么样 那你已经虚伪了 你已经离开自己太远了 扫厕所的时候 擦地板的时候 写一张字的时候 用的都是保持在一个最纯正好的心 这样去做 那就是你的心态里面要保持在 这样子的状态 去圆满每一个事情 而且感恩 感谢麦克风 感谢喝一杯水 感谢这一张纸 感谢卫生纸 感谢马桶 感谢水 所以我从小以后 我妈妈每天叫我拜 每天要去上课要拜 提供一皇大帝 拜门神 拜祖先 我现在终于懂了 连厨房也要拜 连厕所也要拜 这个拜的意思是感恩 五方五土龙神 在东南亚每个家里都有 五方五土龙神的神位 感恩他们 所以水龙头火神 就是你要煮饭 门神 台湾人还更重视床母 床母 这床母什么意思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到16岁 要靠床母 就是我们讲的鬼子母保护他 不然这小孩子会出问题 所以我想 首先如果你要得到快乐 首先你要有一个心 念一下感恩的心 对 各位养成习惯 看到花草树木合掌 看到太阳合掌 闻到什么合掌 谢谢 所以因为有这个感恩的心 更是感谢爸爸妈妈 给我们这个身体 感谢这些老师们 教我们如何讲话做事情 那有感恩 而进一步想要报恩 那这个就变成佛教的思想 从孝顺父母 像我们出家 都是为了孝顺出家的 在台湾 我们都是 大部分都是为了孝顺出家 因为台湾人的习惯 事实上各位披麻待孝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往生 我们叫披麻待孝49天 那就是出家49天 像个出家人 就是各位有头发 所以要戴个草帽 出家人就穿草鞋草衣 就是这样 因为有这种孝顺父母 所以短期出家49天来报恩 一直出家 九旋七祖进草生 他了解这个道理以后 由孝顺报恩 而变成普度众生 众生都是父母 就变成地藏王菩萨的大孝大怨 这是简单的原理 所以我想这一次主题是留学生的交流 那各位呢 中国跟日本本来就一直在交流 自古以来 那我想我们可以吸收一些日本人的优点 日本人可以吸收一些我们中国人的优点 那我想我们如何变成一个让两边都合为一体的圆满 那我们要把两边的优点都展现出来 把两边的缺点都把它进化掉 所以怀着这样子的心态 我为了要让中国跟日本 还是跟世界各地 都能够圆满的合为一体 圆满的互相关心 所以为了这个我要来研究这个东西可以 这叫动机决定结果 如果你的动机是自私的 我管你的 我只要达到那个达到那个达到我的目的 就算你得到了你还是痛苦 所以我想读书是为了增加自己服务众生的能力 服务世界的能力 读书不是为了一个金钱的交换 或是一个得到什么 所以各位念信经 有无所得顾 不能有所求的去做 而是有所付出的去做 可以 是为了要付出 所以刚刚我在跟两位法师来这边留学 我都说如果我来留学 我就准备留在日本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来帮助日本可以 当然竞技部能够对日本有帮助 对中国有帮助 对世界有帮助那更好 但是不能想的只有自己 我拿到这个学历我就可以得到什么薪水 得到什么肯定 那你一个自私是所有痛苦的因 自私来自于自我 唯有无我的慈悲才是快乐的因 又要背哦 自私是所有痛苦的因 唯有奉献爱慈悲才是快乐的因 那你要我来工作我来读书我来做什么 动机是为他嘛 为别人为众生而不是一直想老想自己 因为你越自私呢你就越没福报 你因为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 你也要来 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 帮助世界才是成就自己 一切都是你要往外 而不能为自己想 为自己想你就很痛苦 就像一个谈恋爱的女人 哎呀 我男朋友不理我 她开始很痛苦了 因为我们的动机是 就是如果你的动机不是从她身上求什么 而是你让我去奉献 就像早上我们甜点菩萨他们 安排我们去给这些老人吃一顿素食 探探佛法 很谢谢 那我们找到快乐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你们干嘛要出家 我以前自私了 前半辈子 我现在从奉献里面 帮助别人里面 找到我们生命的出口 慈悲才是生命的出口 慈悲不是放弃你的工作 慈悲是你不管你做什么 我开饭店 我希望人家住得好 吃得好 用得好 我希望这样 所以一定要以一个利他来做饭店 为什么要开餐厅 那我要让别人吃得好吃的健康 当然最后你就会开素食店 因为叫人家吃肉是不对的 所以那做什么 你如果了解佛陀的思想 还是希望 每一个友情 是不是佛教徒都没关系 了解这个真理 生命的真理 用这个方法去工作 去读书 去生活 那这个生老病死 所会轮回 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用慈悲心来生 慈悲心来病 慈悲心来老 用慈悲心来死亡 所以因为你有感受 你希望每个人都好 这是佛教的理论 好 我想 我不要讲太多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法师 各位 今天大家 他们要交流 那大家可以 聊一聊自己的想法 当然我想 时间也没有限制 反正你要聊到几点 聊到几点 这边也没有说几点就要叫我们走了 然后呢 但是至少各位可以 找出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人问问题有两种 一种人是问自己的问题 我 还是可以了 佛教还是要帮助 另外一种最伟大 他问的是 我如何帮助中国 我如何帮助世界 我如何帮助所有友情 那这个思想更伟大 但是 当然帮助别人来自于帮助自己 你越想要帮助别人 你一定要先帮助自己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你自己不快乐 你带给别人什么快乐 不可能的事情 你自己压力都这么大 就像我们就算命 要两千块 你说你都比我还缺钱 你还帮我算命 让我发财 对不对 你自己不快乐 你怎么给我快乐 所以如果你有心要帮助别人 首先你一定要达到一个 我自己快乐 对不对 就像刚刚做个比喻好了 你得癌症了 然后送到一个病房 那个人也得癌症 结果两个得癌症了 一个坐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天在那边笑 病的时候就躺了一下 好一点就跑到别的病房 就阿弥陀佛去了 另外一个坐在那边快死了 真想自杀 两个人都生病 但是心态不一样 因为这个人懂了 这个病是我来消业障 没办法 我自己造了恶业 对不对 体力好一点就忏悔 进一步的帮人家忏悔 这个是消我病苦最好的方法 那因为他越生病 他越想要帮助别人 因为帮助别人 才是超越自己最好的方法 不能说你不会癌症死 那搞不好有奇迹就活起来 就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 坐以待毙 等着死 等着慢慢折磨 用各种的药 用各种的开刀 想要跟癌症开战 世界大战 把你化了 把你开刀 把你垫了 把你消除掉 但是懂佛教的癌症 OK 和平相处 对不起我 对不起你 就像你把这个手弄痠了 谁叫你滑手机滑那么久 是你对不起他 你把你眼睛弄伤了 谁叫你看手机看那么久 是你伤害他了 所以你要让他休息一下 对不起对不起 我把你搞坏了 我款待你 带你去按摩一下 休息几天 如果你对他是和平相处 还要善待他 他就恢复了很快 不然干嘛 手刷了 切掉 现在就这样 我要跟你对立 我要跟你抗拒 所以这样你就会把自己给伤害掉了 好 我们现在就有问题了 随便请举手乱讲 你要指定哪一个都可以 这边有比丘尼 有不讲话的法师 我们暂停法师就是不讲话的 他念了五千遍的地藏经 他嘴巴已经念到发泡了 因为他认为精进才是生命 那 个人有个人的特色 还有我们最好女众我请他来 因为各位女众 女众那么多 人家为什么通缘法师不结婚了 是结不了婚来出家吗 为什么要出家呢 所以像我先坦白 我谈恋爱高手 但是我从来没有爱过对方 因为我怕去爱对方 我不敢去爱任何一个人 因为一想爱爱就很痛苦 后来我结婚了 我生了一个小孩 我居然去爱上他 三天我都没睡觉 因为我就看着他 我就没睡觉 然后我的人生就变了 我就变成很担心 我以前不会担心任何事情 我就担心受苦 他一咳嗽 他晚上睡觉 我都要跑起来看 还在呼吸吗 我觉得我已经过得很痛苦 我怎么会变成这种人 因为我才发现这个叫爱 这个叫爱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体悟 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我就开始变得很孝顺 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我很对不起这个小孩子 我不应该把他生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随时会死亡 很脆弱 随时在生病 而且你要担心他一变 一辈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打死 我也不生第二个 我就要跟我太太 想尽办法分房睡觉 对不起 我就对不生第二个 所以那是对我是一个很好的 生命的经验 所以我从有钱变成没钱 从没钱又变成很有钱 我的家族这样子又这样子 这样子又这样子 那包括我自己出来做生意 我这样子 然后赌博又这样 然后又起来 然后又下去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 有钱没钱 我后来发觉 根本不是有钱会快乐 而且等我拥有金钱了 拥有人家所拥有一切 我痛苦到极点 我不知道干嘛 后来我把这个爱 就转移在小孩子身上 这样而已 很脆弱 然后很想去孝顺父母 所以 然后来我有福报的姻缘 听到佛法 听到佛法 出家 是出离自私欲望 金钱 感情 占有的家 我才知道说 恢复自由 成为世界的自由人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帮助别人 不要为了钱去帮助别人 以前做生意都是为了钱 你不是为了钱 我就帮助你干嘛 会觉得自己很丢脸 很自私 后来这加上 因为我妈妈得癌症 所以让我决心出家 如果没有妈妈这样苦 你虽然想在心里 就走不出这一步 然后我很幸运 当我发愿要出家 我妈妈病就好了 从那个时候 将近二十七八年 妈妈没有癌症过 因为我发愿要出家 她就好起来 我那时候还没出家 但是我知道我发了这个愿 我妈妈就变了 那当然 想要出家到出家的过程